大家好 我是索菲娅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另一件荷花的花芽和叶芽的区分 现场拍摄给大家分别一下 这两天我已经看到我这些另件荷花呢 陆陆续续的开始出花芽了 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样的是花芽 什么样的是叶芽 像这一盆另件荷花呢 我看到它这里出了一个花芽 这个红红的 这个就是它的花芽 它是圆锥形的 然后上面有一些毛毛刺 长得有点像这个 strawberry 就是草莓一样的 这样的呢 它就是一个花芽 这一盆呢 现在我发现呢 它也出来了很多叶芽 同时 像这个呢 这个就是个叶芽 像这个叶芽呢 就是要给它及时的除去 这样一掰 在它出花芽的时候呢 就要及时把这个叶芽也给除掉 要不这个叶芽呢 会跟这个花芽呢 一起争夺营养 那么花芽呢 会长得不好 在你还没有确定呢 它是叶芽呢 还是花芽的时候呢 就等它长大一点 要不呢 搞不好呢 会把这个花芽你给摘掉了 所以可以等它长大了一些 就可以分辨出来了 像这里有一个 这个红红呢 这个呢我还没有确定 它到底是叶芽还是花芽 我就先不动它 我感觉呢 它有点像是花芽 像这个就明显呢 是个叶芽 叶芽呢 它是长长的 这个 那么就可以给它出去 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花芽了 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花芽了 它现在已经长得很大了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明显的一个花芽 像这个也很大了 看得出吧 看得出吧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花芽 它是圆锥形的 中间是鼓鼓的 上面呢 是顶端呢 是带尖的 像这一盆呢 现在出了很多花芽 这个也是一个花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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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后边有一个花芽 也很大了 这个花芽也很大 这个也是一个花芽 这一盆呢 这一盆呢 就长出很多来了 这个都是花芽 这个也是花芽 像这片叶子呢 这顶端呢 这里呢 三个都是花芽 但是这三个花芽呢 在一片叶子上面呢 就不太容易全部都开放 它可能到时候会有 两个落泪 留下一个